今天的内容叫功率 功率很简单 如果看功率很简单 那就是做工处理时间 那通常时间不是问题 有的时候有问题 我会有题目时间是问题的 但是通常时间不是问题 所以做工的事情要知道做工有多少 做工的事情要知道做工有多少 OK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关心的 不是你做工有多少 而是你做工到底可以多快 电梯 我把你从一楼拉到五楼 同一个人一楼到五楼 做工是一样的 未能增加是一样的 可是呢一个只要花20秒 一个要花五分钟 那你要倒冷 会封掉 所以快慢很重要 不是做工多少 反而都一样大 可是多快很重要 抽水机 把这一缸的水 我现在淹水了 这么多水全部抽掉 全部抽到做工是一样的 可是呢这个只要抽一小时就抽完 这个要抽两天 那你也疯掉 所以重点不是你做工有多少 而是你做工可以有多快多慢 而这个做工的快跟慢就叫做所谓的功率 叫做所谓的功率 所以我们经常会关心的是这个的功率到底会有多大 会到底有多大 然后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我要求的目的 那功率就长这样 做工的功率就长这样 功率就是单位时间之内所做的功或者是他的能量的改变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P等P分是W W是做工 P就是时间 注意单位 前面讲过 公论单位是什么 焦耳 那么时间单位是秒钟 出来单位叫做瓦特 这叫做瓦特 这是为了纪念那个发明政绩纪念先生的那个瓦特大哥的 叫他的功率 所以功率单位是瓦特 瓦特 那么焦耳除以时间 一秒钟做工一焦耳的功率称为一瓦 一秒做工一焦耳就称为一瓦 这是功率的单位 然后呢 他的公式就P等于P等W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通常时间不是问题 我等一下有提误时间是问题 你要求 但大部分都不是问题 大部分问题在说 做工有多少 就是前面的你要会算出做工 那么处理时间 你就有说算出功率了 所以他非常的简单 很容易 那么 他我们一干上课给你教的单位叫做瓦特 就是瓦 那另外一个叫千瓦 我们在后面会叫这个单位 千瓦 千瓦 一千瓦 千瓦 另外一个应该生科有教的单位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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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马力 汽车引擎 什么之类的 多少马力 用这个单位换算 这个我们很少人问 很少人问 你也不用背 如果考试考这个 他会告诉你说 比如说一马力等于会几瓦 屏幕上面写几瓦就几瓦 比如说为了跑上会写个 比如说一马力是零点七五瓦 你就要用零点七五算就可以了 那就是一个功率的单位 OK 刚刚跟你讲过了 这个公式里面一个重点叫做工 那注意的时刻是时间 时间 那前面跟你讲过了 时间的单位是什么 时间单位是什么 秒很好 所以单位是秒 那有人会给几分钟 那你就要记得要把分钟换成什么 秒钟 那另外一个讲过了 重点是要算做工嘛 那请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做工什么算 我刚刚讲过了 一个是根据结果算 一个是根据过程算 你还记得做工怎么算吗 如果用结果算什么算 做工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过程 做工的结果是什么 功能原理啊 做工的结果是什么 能量的变化 所以根据做工是能量变化来算 那讲过了 题目就是动能改变 或者是未能改变 历史上只出现过一题 我们会写到这一题 同时有动能变化 跟未能变化 要么动能变化 就能变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变化 做工的方法是什么 刚才那个大哥讲的方法是什么 失利 然后有位移对不对 所以失利乘以位移 但是要注意什么事情 但是要注意什么事情 利跟位移要怎样 平行 要跳到平行的才可以用 不平行的不能用 最后是跟各位简单的介绍 什么是功率 然后功率要怎么算 提示一下 注意一下他单位的问题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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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